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故事会 我是讲故事的人黄梅子 今天给您讲讲中国的年轻人流行吃圣菜盲盒 在万物皆可盲盒的时代 圣菜也成了盲盒界的新宠 将当天没卖完的餐点放入包装袋 一份圣菜盲盒就轻松的诞生了 这种起源于国外的新型餐饮模式 本意是期望解决浪费与饥饿并存的社会问题 不同于玩具盲盒能炒出高价 圣菜盲盒总是越便宜越受欢迎 而在追求低价食物的过程中 有人获得了温饱 有人获得了惊喜 也有人重新理解了活着 中国官方前不久公布了 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是21% 但是实际失业率应该远远的高于这个数字 圣菜盲盒就是在这时闯入了年轻人的生活 圣菜盲盒通常指商家为了减少浪费 将马上就要到期的食品或当日没有售出的库存 以盲盒的形式打折卖出 比如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圣菜盲盒 会出现上千条笔记 面包 奶茶 水饺 青食都可以被装入盲盒 作为一种刚刚兴起的新型生活方式 购买圣菜盲盒的理由有很多 有人是为了实惠环保 有人为了尝鲜打卡 有的人是真的靠圣菜盲盒 度过了一段暂时不太宽裕的时光 在平台上 有人划7块9买到了一小份包子盲盒 结果开出了两张肉饼 一张菜饼和三张面饼 够吃上两天的 这样的份量很让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惊喜 毕竟7块9只够买瓶矿泉水的 在某种意义上 盛菜盲盒让没有收入来源的年轻人 也能偶尔改善一下生活 有人花了39块9买到了一家日料店的寿司盲盒 一共买到了两盒原价30多元的金枪鱼寿司 外加三四盒小菜 只不过为了取这个盛菜盲盒 年轻人必须在晚上7点出发 在下班的高峰期坐上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才到达日料店 取盲盒的时候 店里的服务员从展示柜中拿出寿司 用外卖袋子装好 递给他的时候用的是双手 这让人心里有一份被尊重的感动 时间是新鲜度的敌人 对盛菜盲盒来说尤其如此 明明蔬菜到了第二天依然能吃但就不能算是日日鲜了 价格因此也会跳水 而对于当天售卖的熟食来说更是如此 通常当天晚上八九点是分界线 在那之后他们统一会成为剩菜 折上再打折 晚上九点半以后是买盲盒的最佳时间 九点半以前买一送一 但你只要耐心的等到九点半 售货员就会喊出买一送二 这时候下手不超过五十元就能买上三四天的食物 人与食物的关系往往反映着不同的生活状态 有开心买剩菜盲盒的年轻人 因为便宜又环保 吃得多了就没有当初的羞耻感了 这甚至成了一些年轻人崇尚的生活方式 有些沉迷于剩菜盲盒的年轻人成了抢菜能手 每次都能抢到热门的餐食 而且还很便宜 对于失业的年轻人来说 省钱还不是购买剩菜盲盒的主要原因 虽然已经失业 但大部分人吃饭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买剩菜盲盒更多是因为有时会怀疑 食物是不是真的是生活必需品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